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这些也是奇怪的 哦,没关系啊,洞洞觉得可以吗? 剧场还蛮好笑的 好 可以吗? 好,我们这礼拜终于又可以回到台湾的国土上面 关心一下台湾国内的议题了 美国大选 嗯,我不敢说顺利落幕啦 就是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 真的 的结果 但也很难讲 就是 官方 官方正式的确认我们就保留 对,虽然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啦,趋势是明显的 而且我觉得这次蛮尴尬的就是 你都不知道到底要 说是谁 当选 没叶南做人耶 对啊,我们上次也发就有去 去那个什么暂时的结果 我们就赶快发一个快讯 就也被很多网友来留言就说 啊,你还没有确定你在发在急什么 然后我们就 根据就很多,因为美国的 不管是主流媒体 不管是 而且是不管是倾向哪个立场的主流媒体 都已经发了嘛 哎呦,我们也发一下而已 就还是很多人来抗议 说啊,你们不能这样先发啊等等 嗯,我觉得这次其实 是比较特别 然后也是会让媒体有点尴尬 可是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我们 目前手上有的 官方的正式的数据 先做一个阶段性的 跟 读者们的告知 没错没错 好,那就请 我们离开美国 持续follow 对啊,我们要离开美国 我们要跨越太平洋 回到本岛上面 哎,回到本岛吗 啊,本土 对啊,也不是本岛 为什么 这个要谈论一起跟本岛一样 跟台湾岛对了有一个海峡 就隔了一个台湾海峡 好,我们今天 啊,让我们 让我们来到一个 特别的地方 什么,什么,这什么,这什么 哪个地方 好,今天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那个 中国盗沙船 围攻 围攻嘛 我觉得这个字好像有点怪怪 但是就是 马祖 就是他一直在挖马祖的沙 这件事情 不知道我们要follow这条新闻 对,超级的 大家,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知道马祖在哪里吗 知道啊,就 左上 左上是什么啦 西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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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 所谓中华民国的一个 离岛 也就是所谓台澎金马的 马 马 对 还是还在福建省连江县 的马祖 对 对 那其实就是他因为离台湾 你可以想要很远嘛 那 如果大家有开那个google map 就可以看到马祖 你去搜索马祖那个位置 就是 他离台湾本来非常远 但是离中国的那个 所谓中国大陆的那个 大陆 非常的近 就是 就是 肉眼就可以看到对面 听说你站在那个马祖上 就是 土地上 你就可以 看到 对面的 风光明媚 基本上就是看到对岸 他离台湾就很近 对 所以就是 他是一个像这样的地方 然后呢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啊 嗯 一开始 其实我自己 还没有特别去观看一条新闻的时候 萌萌本来跟我讲说 哎 范 范你知道那个 妈祖偷杀的事情吗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妈祖虽然是在管海 没没错啊 但他为什么要偷杀呢 然后我就自己去 然后我就自己去 你说妈祖 对 我听成妈祖 我想说 为什么他要偷杀 这件事很乖 我现在还没连起来 然后我就说 啊好 那我就去研究 然后结果我一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 哇 这故事会不会有点太精彩了 马祖吗 不是 就是 马祖 嗯 就是在那个 嗯 马祖的周遭 就海域的周遭上面 其实一直 长年以来 也不是 也不是这几年的事情 是已经是蛮长年的时间 都有所谓的倒沙船 倒沙船就是 偷沙子的船 偷沙子 就是 就是名义上 就是有人去海边玩 然后想说 哪个铲子呢 什么都不留下 只留下回忆 然后结果就有人把沙子挖走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可是他们更猛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好像那艘船是 就是很大很大的船嘛 然后他可以一直 吸地上的沙 你知道吗 一直这样 抽抽抽抽抽抽 我一直想要蛤蜊的画面 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画面 蛤蜊 蛤蜊 蛤蜊是吐沙 对不起 OK 所以 你说那船是什么 中国的船 对 中国来自中国的 倒沙船 然后他们就是在我们的 当然你们会说 诶啊我们的海域为什么 就是怎么会偷的过来 可是大家要记得就是我们 呃 马祖跟 厦门是很近的 那在我们 跟对岸很近 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 我们是有一个规定的海域就是 6000公尺 就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有一个范围 就是说 这6000公尺是我们管的哦 嗯 就6公里啦 对 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边边 然后就是一直吸那个沙 你知道那个画面 你们想想看那个画面 可是你要知道哦 沙是会滚的哦 你懂吗 他不是说 你知道那概念不是说 你在那边挖完就没了 他那个沙会一直滚 而且 我不知道有没有地形上 有一些基础的那个 对 就是因为你这边凹下去的嘛 所以你整个 甚至会影响到马祖本身的海滩的沙 对 就会往中间陷下去 他一直抽大量的抽 每天抽 他就会整个沙都会被 环境 沙滩海岸都被破坏 因为你 他们好可能 如果他们在6000底 6 6000公尺处的 嗯 海下面挖那个沙嘛 然后 沙凹下去之后 从我们地形上 他就会去 应该算是地理上的一个 因为他其他要要弥补 对 他要去弥补那个凹下去的沙 沙滩会越来越浅 就是海上的沙滩会越来越浅 因为他为了说 啊海底的沙 所以他就是要补回去 就是会有一些 生态上的问题 嗯 到底他们他们 也有研究吗 到底 把那个沙抓去 采去干嘛 我我其实也有想 有在想说到底这个要干嘛 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沙是值钱的 哦 因为就是海中的沙 我们可以拿来做建材 或是说我们内陆要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可以 反正他有很多功能 做一些建设 对 而且我后来有看一些资料说 像我们有时候不是会有些海沙屋吗 就是说 可以抓去 就是用一些 不是不是就是 因为我们那边沙好像是 比较 优质还是怎么样 还是 哇这个我最近不太确定了 但是我就说 就是沙子的品质是 就是 会也会影响那个 建材的重要性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 沙子很珍贵 我是不知道我们这边沙有什么特别 这可能在研究专家来看好了 但 但他们偷 嗯 到沙其实 这件事情 嗯 拿沙去卖嘛 可是其实他除了照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环境问题之外 其实他很吵 呵呵 很吵 就是要抽 就是抽的声音 对 就然后 他就造成就是马祖当地的 居民 晚上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那边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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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都没有办法休息跟睡觉 嗯 这是一个原因 好像因为他造成那个 地 地 地底的环境 就海底的环境改变 所以不只是生态受影响 连一些缆线啊 电线各种什么线路 跟海底有关的线路也会被破坏 因为海底有一个缆线嘛 就是 是 是中华电信的缆线 所以这也是我看到的资料 那这个中华电信的缆线就是 主要就是 马祖所有跟电视 网路相关的 线就是靠那一条 OK 所以等于是因为会被被吸了 然后就坏掉 就断掉啦 因为就没有保护嘛 然后听说断了四次 然后每一次修就是 也是几千万在那边修的 而且我记得一下刚刚提到说 因为 沙很珍贵 嗯 所以甚至有些情况是 被中国偷盗走之后 嗯 然后呢 我们又要自己 我们自己需要沙怎么办 啊去跟他买 哈哈哈 所以 他在那些边界的地方偷偷进来 那个挖我们的沙 然后我们要花钱跟他买买回来 就是很荒谬的情况 很尴尬耶 对 不过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 其实我觉得 这个 我可以想象很很很难啦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那个踩沙船 因为他其实非常 巨大 我们讲船的大小是用那种 顿输 就是他的 池水的顿输 那 我方的这个 这个 能够去守备的 第一个 还很大 对 相信大家一个画面 还很大 然后呢 他们在这几年 从上去年啊 去年他们的这个 带 稻采的海沙船 是有抓到说 只有六百艘 一整年 对 今年是六倍 今年是三千八百艘 OK 差很多 那你猜猜看 我们的这个 常住在马祖的这个 负责守卫的 船只有几艘 对你的笑法 应该就是 没有办法匹敌那些 我们足足有 六艘 六艘要去抓 三千八百艘 而且就是我们的 这个船舰的 顿输有比较小 你会想就是 就是如果好 啊 我们之后他在那边 在他 他在我们那边偷彩了 然后我们就开过去 然后就看到一个 就小朋友跟巨人 在那边喊 你在干什么 你跟我走 那怕我撞你哦 这样 就知道 就是 你又干嘛 呵呵呵 然后他也可以不理你 所以 那个也没有贺阻力啦 你可能 因为有些这种船 船只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看 我可能会用冲撞的 或是用那个水泡去 赶他走 嗯 如果你就很小只 你吹 不然就被人家 被他帮他洗车一样 吹 用水 喷他 他没有关系 有啦 那个水 其实可以干扰他的讯号什么的 就是还有一些功能 这样 对对对 因为海水会有那个盐 会让他的气坏掉 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很小 根本就是你的什么压 那个水压 可能也不够 然后顿速的问题 对或是会被他冲撞 你就被撞倒 一方面马祖本身 他的那个 资源就是有限 但是 这最近也有受到媒体关注 所以说有得到中央的一些支持 但是还是满不够的 对 然后造成 其实我也觉得很困惑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长年的问题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而且还在今年的数量上 暴震那么多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实物上 非常的困扰 我是可以理解 因为刚刚说我们有个线是6000公尺嘛 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 这个范围是我们要 就像手背 不能让他进来的范围 但是还很大 你要这个画一个6000公尺的 半径的圆 然后所以手背办的很广 那中国的做法就是 反正我就偷偷进来 踩一下踩一下 那你 还有我看到 我远远的看到 你追过来 我就再出去 那你看 我们光是花着时间金钱 然后这个油料费什么的 人力 你根本没有命陪他玩嘛 对 那你说他3800哨 我们也不可能拍 一对一3800个 我们的这个海巡的船舰 海巡的船舰就跟他追 所以他又不断的这样 这个青门踏户 对 或者在软土深掘 软土深掘 软沙深吸 好对不起 断生抽 好 所以就是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做法是想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抓到 我们就把他船给没 算是没收啦 概念上是没收 就是 就是把他的船给扣起来 嗯 然后因为他违反 所以我们可以 变成我们的财产 然后我们要把官方把它拍卖 就是 可以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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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我们记者其实 这两天有去采访 采访相关的新闻嘛 他还有一些 那个呃 在地的人跟他讲说 诶可是有时候 买回去的人是谁 自己人吗 就是 啊原来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又被中国人给买走 嗯 因为确实啊 你说你抓了那么多船 你刚想三千八百艘好 而且你要停哪 对对 就是你已经 你的那个parking 你的停车位已经 隔资不够了 嗯 所以他抓的能量 然后 卖的能量也有限 因为 没事大家不会买这个船嘛 所以卖的能量也有限 那谁会买 就是刚刚那个船被没收 那个人会回来买 对 当然他要花钱 我们赚到那个钱 但对他而言就是 赚 嗯 我抓 等于是我有点像被 复罚金的感觉嘛 啊 我被抓了 船被押了 我再花钱把它买回来 但是我抽杀的钱 拿去卖的钱 就已经赚够了 对 所以就很困扰 下次 现在有人提议说啦 就是可以直接炸毁 嗯 因为那些船舰啊 如果到了 沉到海底 其实就做了一个处置之后 沉到海底 可以成为那种 鱼胶嘛 就是让那个 以后会变观光景点 那海底生物可以就是 让它们可以聚集 因为有些岩体 它们就可以有些不同的生物 去住在里面 对对对 变成一个潜水景点 就这里就是我们集成 所有这个 稻采沙的船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来逛 有故事这样子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提高 刑者 就是要把抓到 罚者罚金 对对对 等等都要提高 不然的话就是 你抓不完 你抓完 扣 船扣回来 然后又被他们买回去 然后继续来 对 所以真的就是 可以 还有很多事情要 改 可是我就在想说 就是这件事情 听完的时候 你 乍听之下 会觉得好像是 嗯 单纯的就是一群 就是以偷杀为生的 人 他们想要 就是想办法赚钱 可是这背后 他到底有没有所谓 就是中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些 隐形的国安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 另外一件很困扰的事情 因为 中国长期以来 透过 有种东西叫做 他们叫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 就他们的有一些 呃 渔船的行为 就一些比较夸张的行为 或是有出现那种 武装的渔民 基本上那些是半官方 官方允许 或是半官方的组织 那这种事情不只发生在 台湾沿海 还发生在日本 就是所谓的 不管是间隔租岛 或是钓鱼台那边 嗯 那或者是南海 他们跟日本啊 跟台湾啊 跟越南 菲律宾的渔民啊 或是当地的官方政府 都其实都有这样类似的冲突 那这种做法就是很讨厌就是 他又不是军人 但是他在那边闹你 那你你能够 你能够在那边守备的人 比如我们是 如果是军人 是是 比如说日本 如果是自卫队 比如越南 如果他们有海军 你又对这些 其他国家的平民 又不能干嘛 因为你你军人 对平民开火 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嗯 但是他们就有恃无恐 就是啊 怎样啊 怎样啊 你来你来弄我啊 因为他就不断的去挑战 对方的极限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是 像以台湾就是去盗杀嘛 那他们在中国在那个 呃 日本 这些那个他们岛屿的父亲 一样也是盗子 盗 那个偷 鱼猎 就是捕鱼 然后在南海就是去 偷那个 一样 偷捕鱼 然后去盖 像公岛 嗯 去盖 把原本就是 没有人的那种礁 就是 掌潮的时候会被盖住 然后 落潮的时候就会有 岛服 会有礁服出来的时候 他就用 天沙 然后把它天天天 越天越大 变成一个军事基地 变成一个机场 变成可以有港口 那他就有机会 但从零 没有领土 就在那边 突然多了一个领土嘛 他以后如果飞机要停泊 那军 军舰要停泊 他就有地方可以休息嘛 所以 他就要慢慢吃豆腐 那 但是你怎么办呢 他就 他又不是军人 我又不能对他开枪 但是他就在慢慢 一点一点 慢慢在 清门踏乎 所以这个其实是整个 中国周遭的国家 都不断在面对的问题 嗯 其实不只是我们 而且 据说不只是马祖啦 澎湖 他们也是 又遇过类似的情形 嗯 就是 对对啊 所以 这样子 他们真的是到处 偷杀啊 盖土地嘛 对对对 他们就是用各种方式 去挑战各国的那种 底线 嗯 那 这种做法就是在 嗯 在这种就是 这种 战略上就有一个说法 叫做 沙拉米 沙拉米 什么叫沙拉米 就是大家有点那个披萨 夏威夷披萨 嗯 除了凤梨之外 会有那个蜡腸 嗯 蜡腸叫沙拉米 哦 我第一次知道 好啦 就是因为它叫切香肠战术 那用这个 呃 中文 或者用这个 这个我们常用的成语 它就有点像是 得寸进尺 或是软土生爵 它等于是不断的挑战 你对于某些事情的底线 防线 但它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 对 它就是 每一次的作为 又好像又不到 比如说开战 这也不是开战啊 这也不是真的开火 也没有打 也没有死人 但每次就是入侵你的领土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讲说 如果我们的防线 防止 倒彩杀死 防线六千公尺好了 它每次都进来一百公尺 五千九百公尺 你要不来抓 然后我们如果评估 啊好麻烦哦 不抓好了 好 它就下一次 五千八 你抓不抓 对 它就不断的制造 那个既定事实 就是 以后它就 如果你五千五百公尺才抓 它就说 它就好 那你五千五百公尺抓嘛 那我就退到五千六百公尺 因为你以前都没抓 那 这个就会形成一个默契就是 好 那 我的你的领土就被我吃 吃进去四百公尺了 嗯 对 它就不断用这样 亲吻它 或的方式去改变 所以就像那个刚刚切香肠战术一样 它每次去填海 去造那个人工岛 就是 弄一点点弄一点点弄一点点 反正它有的是时间跟资源 对 我就慢慢来 而且杀还是你的杀之类的 对 然后 等到就是你 你每次都无法阻止它 你没有理由 没有法律阻止它 但是等到你 它已经完成那个岛的时候 你也来不及了 它已经宣称这个是它的领土 它已经盖好了机场 它已经盖好了港口 对 就是慢慢的去亲吻它 去达到它的目的 就切香肠 可是你这样讲 我就觉得这件事 就是有没有解啊 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看 就是刀杀这件事情 哦 其实这个东西 诶 有一些相关的争议 是要去国际法庭 我觉得国际海洋法庭去解决的 那之前其实中国跟菲律宾 就有去那种国际的那种 相关的法庭去打过官司 哦 但是而且结果是菲律宾赢 嗯 但是中国不管 他不在乎 那能怎么办呢 他打屁了 对对 那就这样 那就 那就比方说 因为你国际上 当然这是一个 有点像是他 菲律宾有一个更好的理由 去谴责中国 OK 对 但是 没有办法 你你没办法强迫他做任何事情 嗯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中国很就 哦 我不管了 我不管 我就继续弄 所以这是一个做法 那 除了这样你说对于国外的影响 除了这种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 其实也蛮困扰的 叫做 这又是另外一个食物的战术 叫做高丽菜战术 我觉得今天好像吃沙拉 对高丽菜刚好包包沙拉 对对对 好 The Cabbage OK 高丽菜战术 好想到高丽菜大家想到什么 就是 就是一包一包 就是外面皮一层一层 对一层一层的 好 那你有想过 其实3800艘这个踩沙船 嗯 他可以做什么 他除了可以倒沙之外 他也可以就是 你说6000公尺嘛 好 我就在6000公尺 我就手牵手围成一个 这个连起来 然后阻挡你的船舰进入 我就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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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怎么样 你来转我啊 然后 他达到 他可以达到实质封岛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他不是军舰哦 可是他要封马祖干嘛 我就闹 那看你怎么办啊 你的你的运输资源啊 哦 那你可以飞机啦 但是你的船有些比如说 有些资源可以用船来运 其实刚刚前面我忘记提到 马祖其实也蛮仰赖就是水上 海上的资源 嗯 可是他们这样子就是破坏环境之后 其实也让 马祖当地的渔货量大大的减少 对 因为环境改变 所以然后运输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如果你看他用高利财包 把那个岛包起来 然后你的船舰 那 你那个时候比如说 哎 你说你的主要的航道真的被占了 你要开你的军舰 你要开你的去驱逐他嘛 这样子对方就有理由说 哦 你看你看你主动对我开战 对我挑衅 就是这个中国常做的叫什么 碰瓷 碰瓷 就是要放 把一个瓷器放在那边 就是要故意要让你碰破 对对 然后就哎呀我摔破了 哎呀你要赔啊 对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会就就是可以这样的包围你的岛屿 然后让你达到十字丰岛 但是你又不能 你又很难对他采取更强烈的行为 那这个东西他其实确实有做过 他们中国以前在南海 一样在造岛的时候 那有些国家那时候可能菲律宾或越南 他们就说哎你不能这样子啊 我要去驱逐你啊 然后或是等等 他们就是用很多的民间的渔船 去把或者海上的就是武装渔船 去把他们要就是建设的那个岛包起来 或者去就反正去跟你在那边追撞碰碰车这样子啊 那你看你的 你看你们的国家的海巡单位 或者是海军 你有没有精神跟我好 那如果被撞了被怎样被翻了 我在那边哭哦大家要欺负我们中国人 然后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 这对他们也有利 他们可以这样大外宣 那你很像仙人跳耶 对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渣男或是渣什么的 对就到处这样子 那他们在用各种的海上这个渔船 包围起来的那个中心的岛 他们在慢慢建 慢慢开始建啊 天沙天海啊 然后变成了港口啊 变成了这个机场 然后你就不知不觉被他们给完成了 嗯所以 我觉得他是消耗我们的资源 去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听起来就是有点不舒服 各种不舒服 对 超级不舒服 所以 这个其实也就是一种 他们现在一直在做这种混合战 或是不断的在 这个叫做灰色地带的战争 嗯 他没有真的开火 没有真的杀人 但是其实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为他的 这个国家的战略意义 提高 然后降低 就让你的守备能力下降 让他的进攻的可能性提高 但是每一步 你好像又不能对他做什么 就是 不知道小学的时候 你有没有就是 两个人一桌 你知道吗 他中间会用力可白画一条线 我没有做过这种幼稚的事 但是我知道是以前都两张桌子 所以 然后并在一起呢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 可能会有人亲门他 或就过去一点 过去很失念的东西 或他东西就放在桌上 然后放千笔盒啊 然后放水瓶啊 然后就越放越多 然后就去挤过去 中国的做法就是这样 他每天 可能每天早上 他就 把他东西移过去一公分 隔天再移一公分 然后你如果第一一看 你没有没有注意 或是你没有对他say no的话 嗯 你有一次就 你有一天起来 就会惊觉说 我没有做事了 做事只剩一般 对我就只能躲在角落 对那就是中国在国际上 就是整个他的 对他邻居做的事情 对所以 表面上只是个抽杀啊 然后来卖什么的 那其实背后 可能有很多的国外游在 真的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 为什么这 这个新闻会突然 就是这么大的被关注 嗯 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 因为当地的政治人物 其实有在开始 哦那这是好事耶 对啊 因为其实像 因为像 呃 当然这个人 也不一定是政治人物 或是 譬如说因为 马祖的立委 长期以来 都是以国民党 或是泛兰的为主 那他们可能 他们的政治倾向 当然可能对中国议题 也比较没有那么兴趣 他觉得 他就是大家当朋友嘛 对 但是像现在在地的那个 呃 有一些 譬如说像以民进党为主 民进党他有在经营 他现在开始经营连江县 然后是有些年轻的政治人物 开始就是说 诶不行 我们要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好 不然是开启社会啊 或是 就是有 就是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报告 让大家开始会比较关心 就是说 诶 原来有这件事情在发生 马祖这边 踩沙船在踩沙 这 台湾 台湾本岛的人 可能真的 没有概念啊 我干嘛关心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去研究 就会发现 没有真的其实 影响可以很大的 对 嗯 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件事有兴趣的话 其实 在YouTube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题报导跟 纪录片 嗯 可以可以看 对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蛮 蛮特别的 对我来讲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居然我国 我国领土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平常我们可能就是会关心 攻击绕台 嗯 你知道就是你也常讲就是他会飞来我们这边 闹一下闹一下 或是其实他们呃中国那边的海海 那个也是民兵船就是也会进到我们的 就来闹 里面闹 对 但是比较少去关注说哦是用一个偷杀的这个 方式 骚扰人 这样对 这好可以拍电影哦 拍什么偷杀的电影 没有啊 我是觉得就是感觉更能引起国内的关注度 因为你看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很积极的在关心 这件新闻 所以让他们当地也会受到中央重视 对 然后会给予有资源 资源 对 去做防护 说不定其实他们才是第一线 哎对啊 最重要的那个 如果他连马祖都侵犯了 那我们在后面的人不就 对啊 更危险 所以确实我觉得我们会想要讲这个也是因为 因为大家好像平常真的很少关注这个题目 那 你们舆论不关注的话 那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压力就低了 那他就不会想要去投资资源在这上面去改变这个情况 所以确实现在开始有关注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改变啊 就是原本可能是小船 而就变大船 就可以去撞别人 就可以对就可以你比较有办法去驱逐驱赶 那你就大船来至少人家怕嘛 对 就是说啊那边有那个 对要快逃啊 可能不太来闹会不太合适 对对对 而且然后数量要多人力变质啊等等 对这样才可以一直被软土伸掘也不是办法 那我们后续记者还会有在报道吗 会哦会哦这个嗯 请请继续持续锁定我 我本来有叫记者还跟我们聊 可是他说他敢搞 你是不是给他压力很大 没有没有没有 嘿嘿没有啦 嘿 杨青旗也杨青旗 对 杨青旗 对 好 不过这个题目我们还会再继续关心啦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关心我们的 脸书IG 对YouTube上会有吗 不知道 你订阅了就知道 对 然后更多的新消息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那个 Instagram上面我们一直有自己的 的帐号 Watch out the broadcast 对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追踪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今天很快 我们今天其实很快的 回顾这个新闻 所以下面的 参考文章比较单纯 但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 还是可以点进去看 没错 那最后最重要的呢 最重要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定了 就是我少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那我们今天很快 耶 好减 没有减到一个小时 没有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了 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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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